今天的发现科学行动实验室真体要继续带大家搭上科普环岛列车 其中数位发展部规划的自然网路车厢将会教导小朋友台湾自通前瞻科技跟网路安全知识 而另外现在最行的人工智慧也设计了我的身体就是遥控器的实验 透过电脑程式来进行人工智慧辨识手势动作的教学 要透过我们的镜头带您动手来体验这些有趣的小实验 今天的行动实验室要带大家继续登上2023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了 要来探索更多节车厢上不同有趣好玩的科学实验 走咯走咯火车来了准备上车了 CII发展已经越来越快速了 我们现在在第三节车厢我们就是要来学习人工智慧 而且这里很厉害我们只要用手势就可以来控制风扇 这就是人工智慧的应用对不对 对 首先我们先对了电脑镜头比1 比1 可以看到右边风扇开始转动 现在对了镜头比2 可以看到右边风扇会停下来 接着用手比出3的手势 当电脑侦测到是代表3的讯号 两颗风扇就会一起转动 如果换成4 风扇就会一起停下 所以这样是用什么样的原理啊 它是透过影像辨识分 首先透过摄影机拍摄你手部照片 并在上面标示许多的节点 而软体再透过分析每个节点的位置 它就可以知道你比了什么手势了 而之后再把讯息传递给风扇 风扇便会做出转动或者停止的动作 透过AI人工智慧 简单的动作 人体就能化身操控马达的遥控器 如果相关技术继续延伸 还有望帮助弱势族群改善生活品质 接下来继续动手实验 了解科学奥秘 这里的主题是精准健康 我刚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为什么这个宝特瓶当中装满水 而且这里还有一根吸管 但是水不会流出来 这是不是跟大气压力有关系 当我把这根吸管往上抽的时候 水就会从瓶子里慢慢流出来 吸管拉高于这根横的吸管的时候吗 如果我把它插回去的话 水就停了 那接下来如果我把吸管口堵住的话 水就会没有办法出来 透过垂直吸管 竟然就能够控制水的流出或是暂停 甚至往上的越多 水的流量就越大 抽水机实验 为什么刚刚那个吸管明明是放横的 但是水不会流出来 首先我们看到它原本的状态 当吸管跟往外出水的吸管一样高时 内外的气压一样大 水不会因为内外气压而不同而流出 但当我把吸管抽出来时 内外气压不一致 导致里面的水往外面流出 当垂直吸管高于水平吸管 就会因为大气压力使空气进到贫中 进而让水压大于贫外大气压力 因而出现这样让原本禁止的水流出的神奇现象 在一流上 像是针筒注射就运用了同样的物理原理 这里要来认识的是资安网路安全 像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 常常遇到都会有要设置密码的时候 有统计最常见的密码像是123456 或者是VIP等等 是不是其实设置这些密码 都有可能让我们的个资或者是资安 暴露在危险当中 无处都能够使用到密码 那像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张上面 这是一位女生叫做小姨的IG 那我们就来简单的操作一个实验 就是请您帮我找出两组 她可能会设置成的密码 如果这样看 这个生日是感觉最容易最常设的密码 1208 1208吗 好 那我们试试看1208 是不是小姨会设的密码 答对了 简单人物设定 保险箱密码就轻松被破解 更不用说想躲过 骇客威胁 所以我们一般在设置密码的时候 要设置哪一些密码 比较不容易被骇客破解 设置密码的时候 可以使用像英文跟数字结合的字串 那请你们也要切记不要使用 生活当中的一些个资 这样是相对容易破解的 在这一节车上我们要来认识 要如何净零碳排 刚刚关主有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 如果我们的房屋是木造建筑 它其实是可以储存很多的二氧化碳 在房屋本身吗 对 木造建筑它其实可以在它生命周期里面 非常多的二氧化碳 它吸收的这个二氧化碳 可以储存在它的这个木头里面 直到这栋房屋再度被燃烧的时候 这个二氧化碳才有可能再排放到空气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先来组装一个 木头的小房子吗 对 没错 动手DIY组装斜屋顶的小木屋 还要在屋顶加装连接了风扇马达的 太阳能板化身减碳房屋 这是我们刚刚组好的木头的小房子 这里有个太阳能板 我们只要用光照给它 上面这个风扇就会转对吗 对 没错 我们只要把太阳这个手电筒 模拟成太阳 遭受我们这个太阳能板之后 它的动力就会传送到我们的马达 它产生动能 所以这就是一个天然的能源 对 没错 可以再生永续的能源 透过太阳能创能 创造天然永续能源 同时也藉由环保小木屋 传达节能减碳节约能源的绿色理念 婉转科普列车巴结车厢上的 有趣科学小实验 跟着火车环岛一圈 也满满吸收了八大领域科学主题的 科普知识 在玩乐中轻松学习 对 对 感谢观看